你这厕所有问题呀 俗话说的好人有三级 哦不对是蛋有三级 当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比没带厕纸更痛苦的魔鬼厕所在眼前 你却一直够不着它 而这期视频给大家推荐第五张地图 就是来自小龙包的我想上厕所 地图的话开始讲述的是一个召集上厕所的蛋仔 在前往厕所的途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近在直尺的厕所 它竟然动了 是的我大概已经想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了 哦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咬紧压关追上去 前面的话还是很轻松的 当我们闯过第一关的时候 这措手又动了 果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过好在这个关卡的难度并不难 稳扎稳打的话还是很容易过去的 唯一需要小心就是不要踩空咯 所以这里的话建议大家调一下视野一步一步过去 哦第三关可以看到被封印的厕所 这效果看上去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一关则是不停翻转的延柱 我们需要不停的靠左侧一步一步前进 另外这关切记不要用翻滚技能 一旦把握不住的话可能就掉下去了 总的来说这关的话还是稍微有些难度的 但是过了这一关之后呢 剩下一关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唯一需要注意就是不要触碰到地上的跳板以及那个柱子 一路过来之后又回到了最初的场景 原来这一切的话只是一场梦呀 总体体验下来作者这个转场设计的话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哦就是关卡的话可能相对简单一些 期待或许能够有更高难度的迭代版本 最后就我们来参观一下两边厕所的构造 不过发现两边都是相通的 撇开这个问题 这个厕所做的还是蛮有点样子的 也不知道大家憋多久才能成功上厕所呢 我个人的话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新银的地图设计的 如果有推荐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以上的话就有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